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周小川指出 自贸区建设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 人民银行将全力配合做好自贸区建设的各项工作 他强调 金融支持自贸区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是服务实体经济 服务自贸区的投资贸易活动 因此要发挥好支持配合作用 周小川要求 要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引 大胆尝试敢为人先 勇于改革 同时密切监测风险 防范风险 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要进一步检证放权 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金融管理模式 推动金融市场准入的对内对外平等开放 二是要继续推进自贸区金融改革创新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要在总行指导下继续加紧制定出台有关实施细则 三是要边改革边总结 为全局性金融改革 区域金融改革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探索新途径 积累新经验 四是要加强改革阶段性成果的宣传 杨雄感谢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特别是上海自贸试验区申请筹备和建设过程中 给予的关心和支持 他说 自贸试验区建设是当前上海最重要的改革任务 其中金融开放创新是各方高度关注的重点 也是自贸试验区顺利运行的关键 下一步 上海将积极配合人民银行等金融管理部门 继续推动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 并切实做好金融改革的政策落地和实施工作 座谈会上 上海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涂光绍 介绍了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的有关情况 在自贸试验区考察时 周小川参观了上海畅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和东方国际文化贸易基地 记者严伟黎报道 中共上海市委今天下午召开了 区县大口党委书记情况通报会 全面部署二季度工作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指出 二季度是抓落实 抓推进的关键时刻 全市的各项工作都要按照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 咬定目标 聚焦重点 工作当中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强化落实和统筹协调 加强思想引领 注意及时的总结基层经验 为实现全年目标打下扎实基础 韩正指出 今年一季度上海坚决按照中央要求推进各项工作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开具良好 符合预期 我们要密切关注经济形势变化 坚定信心 抓住机会 趁势而上 也要重视远率近优 着力解决影响当前关系长远发展的问题 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提质 增效 升级上 韩正强调 二季度各项工作要聚焦重点 把握关键 全力抓落实 抓推进 一要扎实推进各项改革工作 首先 要抓好国家交给上海的重大改革任务 重中之重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同时要抓好国家已经明确要求 上海有条件争取试点的教育体制 司法体制和深化营改增改革 其次 要抓住上海自身 亟待突破的发展瓶颈 和促进民生改善的重点改革 为发展注入新动力 二要务实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要以习近平总书记 在兰考调研指导教育实践活动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为总要求 努力实现领导正作风 党员受教育 基层增活力 群众得实惠的目的 切实做到两手抓 两促进 三要办实办好各项民生工作 当前要特别关注人口管控与服务工作 这既是发展问题 更是民生问题 如何有效把人口管控目标落到实处 关键是领导有力 组织到位 各区县要根据势力统一部署 加强协同 节点任务要具体 建立起对乡镇的考核机制 韩正强调 要高度重视城市管理中的突出问题 在全市努力做到 遏制群租现象持续增长势头 遏制黑车猖獗势头 遏制新增违法违章建筑扩张态势 遏制城市无序乱涉滩 蔓延扩展态势 会上 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 通报一季度本市经济运行情况 并对二季度重点工作进行部署 他指出 今年以来 上海坚决按照中央要求 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以改革统领全局 经济转型升级的态势进一步显现 同时 也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 存在一些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因素 要保持定理 把工作重点继续放在 深化改革 提制增效上 通过促改革调结构来推动发展 不能沿用老思路 老办法 简单地靠大规模资金 土地投入求得一时增长 杨雄强调 要牢牢把握好二季度的重点工作 一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二是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三是保障和改善民生 四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五是全面加强大气污染防治 世卫副书记李希出席情况通报会 市领导图光绍 英勇 江平 蒋卓庆 白绍康 分别通报相关重点工作推进情况 市领导沈小明 尹鸿 钟燕群 周泰彤出席 浦东新区市财政局负责同志 交流了相关工作 记者丁元祺报道 今天上海还有哪些重要的新闻 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一下 浦东新区近日在全市率先试水 建设项目网上联合审批系统 市运行以来已经打通了16个审批办理环节 上线审批项目总数超过400项 新区有关部门表示 今年将利用好大数据平台 对242项社会类行政审批事项继续做减法 上海从今年起将试点终止于本科贯通培养的模式 参与试点的两所高校已经从排摩企业需求开始 全新设计中本贯通的人才培养模式 市交委透露 上海今后还将进一步扩大中本贯通模式的招生计划 并将很快试点与硕士贯通培养 本月上海私车额度拍卖将于19号举行 投放额度8200张 以上个月多800张 仅市价为72600元 本月起个人投标卡在有效期内可参拍6次 今天下午重返新城的阿根廷教练巴蒂斯塔 首次以绿地生花队主帅的身份 参加球队例行开放日 巴蒂斯塔表示 此次回归希望缩短磨合期 本周日晚 上海绿地生花队将在主场 红口足球场迎战大连阿尔滨队 今年年初 文明全国的上海传统商业街 淮海路上一度出现了商铺的关门潮 20多家位于道路中断的商铺 面临着无人接手的困境 今天黄浦区正式出台了相关的行动计划 对于南京东路和淮海中路上的商铺 进行了新的定位 并且通过对电子商务等新技术的应用 促使两街再次焕发了新的魅力 据黄浦区商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淮海中路以及南京东路上的商铺 正在进行一轮商业结构的调整 传统单一的百货类将被淘汰 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新的商业模式 例如以莲卡佛为代表的买手制精品百货 以K11购物艺术中心为代表的体验型购物中心等 还有一些线上线下协同发展 快速拉升销售的新业态商店等 没有说一定是拿几种固定的模式 可能会有很多丰富的模式 而且这些模式也会与时俱进的在变化 继我国首部戏曲3D电影 霸王别姬完成拍摄 并于下月首映之后 由上海京剧院承接的第二部拍大戏工程项目 棋派经典名作 萧和月下追寒信 今天呢也在松江的车敦影视基地 正式开始了电影版的拍摄 今年的恰逢周信芳诞辰120周年 这部影片将会成为 对京剧艺术大师的一次献礼 该片也是继霸王别姬之后的 又一部2D 3D同时套拍的高清戏曲电影 其中3D版本的国内首映 将会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举行 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 稍后请继续收看电视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